其实在今天,仍有一种空气动力学现象,对大多数飞机驾驶员来说都是恐怖的 那就是压缩机失速 这种现象可以通过诸如鸟机等简单事件引发 压缩机失速会导致发动机推力完全丧失 发动机严重的震动和巨大的爆炸声,甚至可能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例如发动机完全失效 让我们来看看是什么原因导致压缩机停转,以及如何避免它 这里显示了飞机发动机的内部结构 风扇压缩机燃烧室和涡轮机的同步运作,产生的推力使飞机向前移动 可以注意到,在奔骑式发动机中,吸入的空气只有一小部分进入了燃烧室 其余地绕过核心发动机部分 而进入燃烧室区域的空气中,大部分进入燃烧室的冷却区而不是被燃烧 让我们仔细看一下压缩机引擎的特定部分 压缩机将吸入的空气进行压缩,增大它们的压力 它实际上是把能量传递给了空气 这台发动机有两个压缩机组,你可以在这里看到压缩机的更多细节 定子叶片连接的壳体上,并且它们确保压缩机转子叶片以正确的角度接受气流 压缩机转子叶片具有异形横界面 为了理解压缩机失速的原理,我们首先要学习异形的物理模型 当流体在其周围流动时,异形产生生力 随着影角的改变,异形周围的流动将发生变化 但是,如果将此角度增加到某个限制以上,流线就会被分开 在异形的顶部表面上将形成涡流,并且在该区域中发生逆流 在这里你可以说飞机已经失速 应该注意的是,对于旋转叶片,影角是相对于叶片的运动而言的 现在考虑一下鸟界的情况 鸟所造成的障碍 干扰发动机进气口处的流动模式,可以大幅改变压缩机进气口的流动影角 如果这个影角太高,那么这会导致流量反转和压缩机失速 在压缩机失速期间,压缩机不再能够迫使进入的空气进入燃烧室 这导致强势区域突然间缺乏空气 这意味着,燃烧室中的冷却急剧减少 并且发动机在该部分的温度急剧上升 最大的问题是压缩机出口压力会发生什么变化 有两种可能性,它可以增加或减少 为了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还应该了解压缩机的特性 看一下这个实验装置 如果在锥体的帮助下降低压缩机质量流率,压力与质量流率图将入图所示 你可以看到,在达到峰值压力后,压力下降,这是由于压缩机失速造成的 低流速会导致高引脚,从而导致压缩机失速 该图对于理解压缩机失速对发动机的影响非常关键 假设,初始压缩机工作点是A,并且由于压缩机停转,该点移动到B 压缩机出口处的压力急剧下降 并且空气流量大幅下降,可用空气不足,因此只有一部分燃料被燃烧 通过燃烧室后部溢出的非常热的未燃烧燃料,将暴露于高含氧量空气中 它们就会突然燃烧 现在对于第二种可能性,让我们假设由于失速,初始操作点A移动到C 在压缩机出口处,压力突然增加,并且质量流率发生轻微下降 这种情况下,有足够的空气可用于完全燃烧燃料 但不够用于有效的燃烧式冷却 这些条件和发动机中间的高压导致突然爆炸 排气可以通过发动机的任意移除草异 该过程可以在一秒内重复几百次,直到达到压力平衡 这被称为压缩机喘震 压缩机喘震导致非常大的噪声和严重的发动机震动 如果控制不当,甚至可能导致发动机全面鼓掌 一次简单的鸟机事件就有可能导致严重的后果 此处列出了可引发压缩机失速或传证的其他原因 这里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飞行员如何克服这些不好的事件 一些压缩机档位是自稳定的 但如果不是,它们应该采取必要的行动 压缩机叶片的引脚错误和燃油空气比过高 是压缩机失速的主要原因 所以纠正这些参数可以克服压缩机失速 你可以看到大多数喷气发动机的前端 安装有入口可变的导向叶片 调整这些叶片的角度 将很大程度上纠正转子叶片的引脚 此外,使用排气阀将空气吹出并增加空气流量 也将大大降低压缩机失速的影响 另一种技术是通过控制油门来限制燃油供应 我们希望您已经明白发动机失速的原理了 与此主题相关的另一个有趣现象是旋转失速 我们计划很快发布 请在Patreon网站上支持我们的教育活动 并且记得关注我们 谢谢